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 香港近来发生的事情 或者一些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 最终是希望为香港能够找到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为香港解决面对的问题 就不是和大家一起批评一下 政府、机构、某人某事 对事物处理的问题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点 想到问题的根源 大家了解一下问题的来龙去密 最后是提出一些具体式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香港 每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当事人 或者你是特首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自己会怎样做呢? 我们觉得 解决问题有效的方法 应该有巨别 这四个条件 第一,我们首先要明白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的问题 会远是问题的边缘去说的 或者问题的现象 其实我们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最主要核心在哪里 如果我们说不出这个核心问题 其实我们再讨论下去 往往你都知道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第二,如果我们知道问题的真正是核心在哪里 我们开始容易找到问题的起源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呢? 如果当你知道的起源 我相信解决方案有时候很容易都想得到的 最终第四部曲就说 其实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不是说完就算了 我这个节目 希望跟大家多方面讨论 香港面对的各方面的问题 也都很希望大家可以欢迎参加 或者是有些什么题目 觉得我们值得去探渡 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们可以打电话进来 或者在网上留言 今天和大家讨论 有金铭言 大家都认识 还有何佐治 我们基本上 第一,就去跟进一下 我们上一次讨论 所谓的公平竞争法 其实内子里 刷穿 基本上不是公平竞争的 基本上是一种计划的竞争法 上一次 孙鹏文 亦都在这方面 和我们分析了 问题 即是说 其实很多这些 这样的法例 在表面来看 好像一个公平竞争 一件很好的事 应该大家都会支持 但是很多时候 背后 他的条例 是怎样写 以及到时 执行的时候 遇到什么问题 就发现很多时候 不是那么简单 也很可能 是制造一些新的问题 令到我们 在一个公平的竞争 是更加不公平的 好了 我相信这个问题 在香港 很多人都继续讨论 金铭言 他说 最近 就好像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 也都看到公民党 他们有几位干事 在这方面来讨论 当时你听到他们怎样说 他们的大概方向是怎样 星期一在互动电视 公民党自己有个节目 叫公民夜话 星期一就说 公平健身法 这件事 邀请了 湯家驊做主持 另外邀请了消委会 商业行为研究的干事 另外一个中小企业联会主席 另外一个是公民党的党员 有四个人 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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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之后 最初那些人都不在意 公平竞争法 当然要支持 公平也好 但我听听一下 我打个电话去 跟他们讨论一下 我说你这个公平竞争法 其实是近似二十三条 即是说当时二十三条 你改个好听点的名字 没有那么大反应 就过了 如果你改个好点的名字 我说其实内容是说得很美好的 但实际上来其实是两回事 我说最大的政策 或者有一些行业是垄断的 没有竞争的 是不公平竞争的 是因为政府的政策 孙柏文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政府的政策引致的 你不去改政府的政策 你就去搞一条这样的法例 企图想去处理了 湯家驊说 湯家驊当时就说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又是另一个问题 政府的政策引致垄断 是另一个问题 是不关这个事的 那我就举了 上次孙柏文典举了 两电 我听了湯家驊说 两电一定是有豁免的 他已经说了 是会有豁免的 那这个公平竞争法 那些既得利益 就可以每个人都申请豁免 那对市民有什么得益 我说 我说 你消委会 你们是为消费者 那为什么 那么多垄断的行为 你不去说 譬如我说 医疗的垄断 那接着 没什么 永远就是 所有这些政党 很有趣的 他裁人的时候 就很理直气壮 一点到自己的行业的利益 或者自己的党的利益 就是 那个独裁嘴唸就出来了 又说要剪线 又说刁文 又说你都不是说道理 我说怎么不说道理 是不是 我就是指层 我不需要跟你讨论那些法例 我只是指层 这些这么多的垄断 是政府引致 你不去说 你不去搞 你就搞这些法例出来 最终又是没用 如果政府提出 还有 一指层 你知道了 湯家驊本身是大律师 前大律师公会主席 也是大律师 我说你们这个行业 也是垄断 是不是 那么他怎么说 那么他怎么反应 那就是不讲道理 剪线 他就 不讲道理 不跟你说 快点 就是 要 就是 导演那里剪线 不要再说 他首先 他自己承不承认 在香港很多的大部分专业 都是一种 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环境 他自己承不承认这一点先 哪些先 所有专业 医疗 他没有说这件事 OK 接着收了线之后 他说 他只是说了一句 他说有些行业是需要垄断的 他这样说 他用这个字眼 有些行业是需要垄断的 他是这样说 是 有些行业是需要垄断的 是需要垄断的 OK 那我说 可能我问得不太清楚 我说你们大律师行业也是垄断 为什么外国来打官司的不行 他说不是 那我也要澄清 原来是 你不可以直接去聘请英国的大律师来打 是不行的 要他找他自己的朋友 是 要这样 要通过他们 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那为什么不是他叫垄断 是不是 我们听上一次选法文提出 原来在外面说的那种叫七宗罪 很明显 我们经常用我们香港出路 跟香港更好大行动 那四部曲去做 第一 问题是什么 有没有问题 他认为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香港出现了很多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即是经常都是说那两大超市 市民无得解 他不是说那两大 他是说七样东西 很奇怪 七样东西里面完全没有提及到 香港所谓的专业的垄断 这七宗罪里面是没有他们的 没有的 这个很奇怪 我也觉得 在很多程度上 我记得上次我都提出过 是表面上几好的 因为香港很多问题 都是与专业人士的垄断有关 但你看到七宗罪里面是完全没有提及的 即是 孙柏文也很强调 其实很多事情 到时他们会有很多豁免 变成了豁免 变成了豁免的时候 令到我们所要达到的公平竞争 完全是没有了效果 这次又证实了 你有机会跟他们正面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承认 那些所谓专业人士 应该是不需要有公平竞争的 他们认为 壟断是比专业人士的壟断 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这样的意思 他只是说 有些行业是需要壟断的 好 那Jack 你可以用我们 就是 Doctor 我最想指尘 就是说 这些打着 民主 为 武权武势 昨天 梁家健 去竞选总部 提表 我只是 我会为 没有钱 没有权 没有票的人 出声 好了 永远就是这样的 当你指尘他的问题的话 他是变成独裁的嘴唇 你不要说话 就是这样的 哇 整个面都变了 那些人 好了 我们用回我们的四部曲的分析 问题就是 香港有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起因是怎样呢 上次宣泊文说出来 他逐步逐步七中碎说出来 其实呢 很多时候起因 都是我们的行政方面 做的方面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方面 是搞出来的嘛 这是一个起因 解决方案 就不是说 就用一条 很大问题的条例 就是表面 我觉得 很合听的 不公平竞争 似乎 我也觉得很好的 我基本上 某程度上 如果能够真的 做到他要做的事 是一件好事 但是 现在我们看到 宣泊文仰当时也很出现 因为很多豁免 是令到 根本我们想认为 那些消除的不公平 其实是做不到的 所以 解决方案 就是这条条例 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我们不要以为 被一条方便的途径 或者可能政府 都是自己走入这个困境 他自己都不知道 怎样走出来 他于是乎 就用一条条例 帮他手 但我们看到 条例可能做出来的问题 是更麻烦 我们要处理七中罪 而可能 整个香港的自由市场 因为香港现在 暂时来说 全世界在经济方面 自由 是全世界最自由的方 我恐怕 一步步 这个地位就会没有 有其他更自由的地方 我相信 都没有什么 很可惜 全世界都慢慢陷入了 这个僵局 全世界都有公平竞争法 包括我们的祖国 只是香港没有 我就指成 是不是一定要需要跟人 香港是全球 经济最自由的体系 这个挺有趣的 我用回你刚才所说的 当时是一个事实 全世界都有的 但香港没有 而结果 香港是最自由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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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最自由 相信即是最公平竞争 即是 你说全世界有的 香港是没有 但香港是最 经济最自由的 即是说 是不是没有比有好呢 Dotter 我要回应你一句 萧委会 他说不是 香港是经济自由 但是做生意是不自由的 什么叫做生意 即是做生意是存在壟断的 我都不明白 这个我都不明白 是的 这个我都不明白 萧委会 是的 即是 你看到 香港人以前 你看回这些数据 看回事实 我都看到背后的结论 应该不同 既然全世界都有 但香港是没有 但香港是最自由的地方 那我们应该有 答案很明显就不应该有了 不是 但是医生 我在这里 我也要称赞他们 即是 他 糾正了我一件事 我就 我就 认为 即是 我就以为 这条条例是刑事的 接着他们就 群起而攻之 这个 谁说是刑事的 哦 不要紧了 即是民事 我承认 即是说错了 我说民事 我说民事更麻烦 更赢了 律师 哇 大哥 下下上高等法院 我说 作为一个中小企 当你的竞争对手 通过这些法例去投诉的话 和你民意来诉讼的话 哪个最大的 你 大的企业 他成班律师来跟你玩这个game 他没问题的 你不会告他入 但是呢 我当时听的呢 我都不明白 在座的四位呢 他说 即是 連湯家驊都觉得 咦? 我们的法律 很公正啊 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你们常常觉得 即是 即是 法律是有钱人玩的呢 即是 那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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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 然后就说 你立这些法 当你打官司 肯定是有钱着数的 湯家驊不认 湯家驊认为不是的 你 即是 法律是公正的 又成的 你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那些人不支持的 即是 即是 觉得有钱人玩的 那些常常有一种说法 即是 法律之下人人不忍 是不是 我也有一种 经常都听到 在香港 在一个法治的地方 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用 可以采用 那个法律的程序 所以 everybody is entitled to the due process of law 这个是这么说的 但下一句 他不说的 人人都可以采用法律的程序 有权利 用法律的程序 但是 很少人 能够负担得起 这句话 是下一句没说到的 即是 在香港 这个商业社会里面 如果你要做打打官司 你就谈家当产 是比医疗更差的 即是在外国 是医疗的问题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法律的问题 譬如拿美国为例 因为美国的打官司 是打赢才给钱的 香港是不可以的 赢赢也有签收 所以总之你打就行了 你打的律师就得益的 那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听过 这个这样的 譬如 他说 有两个人 在那儿欠一只 一只母牛 一个在前面拉一只牛角 一个在后面拉一只牛尾 大家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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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 在那个母牛下面 就坐了个律师 在那儿欠奶 即是你看到 你总之争了 他们就得益的了 这个是一个 大家都应该去了解 表面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那些口号 其实实际方面 完全不是一回事 George 怎么样 我在加拿大生活了三代年 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 现在香港 各位走的路 加拿大已经走了很久 总之你有民主的时候 开或者开始有民主的时候 就一定有一帮人 去拥护他们的政治明星 为他们争取那帮人的利益 那经过一大轮争取之后 就肯定有一帮人得到一部分 多得的利益 垄断了一个时期之后了 在加拿大 比斯省的时候 就是大商家和大公会 两大派站 好了 当大商家是得到他们的政治明星 上了位了 给了很多钱 就是将他们摆上他的宝座之后 那一定是为大商家立很多法律的 保护他们的 好了 过了若干年之后 大商家赚了一大筆之后了 那些工会的那些 人民都觉得是很厌倦 被他们抹夺了这么久了 那些普罗大众 就开始同情那些工会的工人 说工资又太低了 又立很多法了 就是推那帮 争取工会的政治明星上位了 那些政治明星一上了位之后 就立刻将以前那些 陷入职单 又说要 保障什么物物 又说要穿着工资 又说要穿着工资 又说工会大帅 住车之类 那些东西 就做到层层叠叠 就是我们叫做 red tape 就是很多 就是根本不成理由的理由 都被他们用了 那到一大乱的时候 太多了 那一定有一个政党 就出来 就说 我们要剪掉 这些red tape 那时候 1986年 世界伯南会 温哥华受到 香港人注目的时候 就是那位叫做 Bill Bennett 是出来 他就是做这件事 剪掉所有的red tape 就把投资气候 变成是很利于投资 所以就吸引到李嘉诚先生 他知道 在西伯赫旧子上 建了现在全北美人口最密的地区 那就是 这些情况 我可以告诉各位 总之 你讲民主 就一定会发生的了 那你讲民主 还是不讲民主 这个也是两难的问题 这个就是 在下也不敢置评 我在两个社会生活过 所以我就指曾当时 如果你这条法例 是文字起诉的话 你不会告到那些大企业 他整班 有这么多这些资源 来跟你打这场官司 你不会告得到 我说你这条法例 根本是没可能告到 告到真正的垄断那些公司 还有你有这么多豁免 哪有用呢 其实呢 但是呢 他们说的都不明白 收了线之后 为什么这么公平 我争取了十年 这个公平竞争法 这么多人反对的呢 为什么香港人会这样的呢 最后的理由就是 他要争取选票嘛 大哥 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经常在香港 近好大行动 经常都说 其他问题是哪处呢 问题不是民主的问题 问题是我们根本上 都说不出问题的真正根源 我们整个问题的表面的现象 就从来呢 都未曾了解到问题的核生 这个其实真正问题是这里 不是民主 民主没有问题的 某个程度上 我说社会主义 冠单主义呢 如果你是做得好呢 其实都不会有问题 总之你是有一个主义 就一定有人转空子的 那我们不要理什么主义了 最重要就是呢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经常是社会上 国家地球 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 我们有无数的人提出 然后出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 始终这个问题呢 始终搞来搞都搞不定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用一个很简单的常理 就是说呢 根本这个问题都不在那里 所以你做那么多这些小动作 根本是没什么大种 我经常说呢 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提出来的 香港出路 香港近好大行动 这四部曲 如果我们能够这四部曲 一步一步去做呢 那我们先有机会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的问题定位定得不准呢 你会知道呢 你再讨论下去呢 就拿不到 所以最重要呢 是我们的定位呢 就是问题的认识要准确 那你都看到了 《公平竞争法》 刚才George提出来的 在加拿大的现象 就是其实呢 香港人呢 是要学别人 但是要学别人的学到的 lesson 就是别人犯过什么问题 就不要再去盲目跟随 就是不是说呢 别人有你就要去有 也都不知道背后 最后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就是我们 我读大学的时候呢 有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 就是真正的民主呢 就是能够在很少部分的人里面出现的 比如说社区呀 那你建了公园 那怎么建议呢 那大家一起讨论 那大家一起参与 那如果得到结果之后呢 就医住那个大家最想的意愿 去做个公园出来 那我们现在 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不是不可以的 就是现在的科技来说呢 电脑的科技来说呢 是可以每一个人都参与的 为何我们不用呢 为何我们用呢 为何我们用别人 已经证明了 是造成很多问题的 议会制呀 之类这些东西 就不去领想一个新的方法 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呢 这个是我自己的提法 那我们以前呢 都介绍了一本书呢 叫做《古佬阳光的末日》 这本书呢 其实呢都讲及到呢 就是我们那个地球人的文化的演变 那他也都提及呢 就是原来 当时美国的所谓那个 憲法怎么开始 其实他们是抄印印第安人的 整个所谓那个民主的制度呢 其实呢 是很多古文化古部落里面的人呢 就是值得采用这种方法的 我亦都记得 我早年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呢 在Vermont这个地方 那些新英伦这个地带呢 亦都会有很多人呢 就是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呢 就会出现一些所谓叫做 市圣的大家的town meeting 那些这样的那样 那大家就一起去讨论 那就是说呢 真真正正正的民主 应该是一种参与性的民主 就不是一种选举性的民主 但是全世界 但是选举性 那些人呢 就是可能联络参与过选举 选举之后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们都不会再理会 那这种这样的 就是大部分的地球 就是地方 都是这个这样的民主呢 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到今时今日呢 一点都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整天讲民主 民主讲公平竞争 其实最终最终呢 都要我们每个人呢 去自己去做些去参与 就不是呢 就是联络坐地不做事 那么其实呢 他们外国已经做过很多这方面的调查 地球上呢 只有10%的人呢 是积极做些东西的 大概有20%的人呢 是看着别人做些什么的 其他的人呢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也都不在意 看着都不看着 看着都不看着 不是不理 你都没用 他觉得你都没用 就是你的input是没用的 就是总之你是用到自己的政治评星出来 那你就有这儿了 那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想法 那这个叫代议政制嘛 找个叻人出来和我们搞 那就是说呢 那就是看到了 那时候看到了 是不可以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想一下 我们香港更加好呢 我们其实呢 要在这方面也要改观的 那我们迟一些呢 我们会讨论这方面呢 其实呢 我有些什么可以做的呢 其实我们就是 作为一个自驱 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 創新一些新的东西 就用回现在现存的特首制啊 就希望特首是做一些 真正可以 令到全民参与的方法 去制定一些 全民可以受益 民生可以得到 大部分利益的制度呢 不是不行的 是可以的 因为 香港人口几百万而已 不是很多人啊 不是几亿人啊 不是十几亿人啊 不是十几亿人啊 不過很可惜呢 就算 现在讲的 搞个特首论坛 都这么多波折 又说 应不应该被市民参与啊 那都要谈这么久啊 又要协调啊 都不知道搞什么 怎样参与啊 是不是 太多在位的人呢 又太多他们有 他要交工货 我想指尘呢 其实呢 什么党 什么党呢 其实 每个人都说为人民服务 但最终呢 一说到呢 他自己的利益呢 就是极权了 就跟Josha所说 其实呢 香港呢 始终是一个很自由的 虽然你说 不是有全民的 投票这个民主的那个 机制 但其实呢 在比较上呢 在自由度上 我觉得香港 都是给很多其他国家自由的 那其实香港呢 是有很多渠道 包括譬如我 香港出露这个节目 那我们也是 其中一个普通人 我们又不是做 全播媒介这行的 是不是 那我都觉得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些东西的 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时间 尽量做一点 那其实香港人 是有很多这些渠道的 你们可以 就是去这些 封烟节目 是多些自己关注 多些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我相信 很多政府的人员 都是一直看着的 他们就是听着的 他们不会说 就是好像 就是他们都是想 一些人是多些多些意见的 那所以就不要觉得 就说 哎呀 你个人的力量是没有什么用 那其实我觉得 是绝对是 我绝对是 因为呢 其实所有的东西呢 那个开始点呢 要一百万人出去做些东西呢 其实呢 那个起点呢 都是你自己问你自己 你想不想走一步的 你走到那一步 那一百万人就出现了 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自己 那一步 那当然不会一百万人 不会有十万人 也都不会一两万人 不会一百人 但是要记住 最终最终 那关键性就是 你自己能不能够走出一步 你能够自己 可不可以做出一点点东西呢 好了 那我们休息片刻 那我们会跟着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dot-com-dot-h-k 一早就去买另一些票 结果都买不到 分了三张位置 我儿子在前面 我太太在后面 我又要另一个位置 发现很多单丁位置 奇怪 为何会这样呢 我太太就看到一个观点 一直见到一个现象 有些人买票 特意在中间卡拉卡拉 整个空位 后来做什么呢 是方便他擠那些花 原来很多人 就是买卖 买卖 买卖 没有地方擠 他不会先回家 放工 有人送花到公司 一大堆花 在街上捧着 接着去吃饭 看电影 好了 那张花是怎样呢 他们就很聰明 买票 有位置在中间空一空 通常是一对对的 中间位置是很难脱的 比较上是难脱的 他希望到时没有人坐 他就可以擠一大堆花 有些情侣位 他就特意买 没有地方擠你的大花 没有地方擠你的大花 是吧 可以看到 原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 香港人 即是基金头都很灵活 会知道在这些方面可以做 那些难事 好 除了买花 大家都知道 通常是爱情 即是婚姻 永恒 永恒 通常是用什么代表呢 用转石代表 买广告都说永恒 大家都看到 最近在香港播映一出 叫做《血传》这部电影 我看了三四个星期之前 他一开玩我都去看 他真的非常好看 不单是他本身的 娱乐性很丰富 还有一件事 其实我最重要的是 背后的信息很重要 我们常常在拍电影 电影好语不好 除了齐娃娃 娱乐之外 还有一些 电影媒介 是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是说出来的 其实《血传》这部电影 其实是说 鑽石背后的血泪史 这个问题 其实我很几年前 都看过这方面 一些不同的杂志 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央图书馆 毛衣中看了一份杂志 好像叫做《经济人》 不知道 我不太记得 是一个英国的杂志 当时他说 其实鑽石这件事 根本不是那么值钱的东西 那什么令到鑽石那么贵 那么值钱呢 其实基本上是有几间大的鑽石公司操控的 其实你出电影 你都看到了 其实他都反映了影射了它 虽然它的名字 不完全是用那个名字 它叫《Demut》 其实是《Depair》 我也不怕说 因为那篇文章都说出来了 那些大财团大公司 根本就是 开了 买了很多这些鑽石 那它就不放出来 它是在那些隔板 就收收买卖的 那它通常呢 它就会大量收买这些 但是它就不放的 那用这个手法呢 是将那个市场垄断了 还有用拍卖的方式 好似今天 新闻报导 说 在非洲那些鑽石 抗挫了一个全球最大的 273卡 那就即时运了去比利时 这件事是不是跟这些鑽石有没有关系 其实可以这么说 又是最大的 是吧 又是Exactly 一样的 那有一个 就是它说 它说 其实呢 每一个 每一个国家 当它有些 有价值的东西 譬如有黄金 有鑽石 有石油 那往往就很惨 因为当地的那些 你居民就会经历很多战争 掠夺 那当然 你国家是没有这些 自然的 有价值的资源 你就可以太平 因为没有人来到抢夺 那这个其实是很真的 我们香港人很少 会这样去看 在这个层面去了解 那篇文章 我都好几年前 两三年前起码 那他分析 他说 根本这些鑽石 是不是很值钱的 是很多的 那譬如他说 一卡 那些 最靓 最纯 最白 这些鑽石 大概可能 市值是大概 一千三百元美金 那样 他说 他实际的成本 他说 开矿彩的费 大概十几元美金 那 再加 那个销售 那些费用 讲真来 一千三百元 市价的鑽石 真正正 他们的 制作成本 是几十元美金 所以 他将这个价钱 是硬抬得很高的 因为 这些鑽石 根本是很多的 我记得 两三年前 我们有个友好团体 有机生活 他们的干事 就给了鑽大鱼 就是说鑽石的战争 就是Diamond War 就是 是当地 非洲人自己拍的 塞拉里昂那边 就是 那些政府 政府军 和 叛军 如何去 争夺 这些鑽石资源 就是这出戏 这出戏 就是说 这些鑽石商 背后 如何资助 付很多钱 这些半军 或者政府军 去买军火 是 是 自从这部电影上映了之后 那间全球最大的 那间鑽石商 Sabir 就被人说 你们都是有数 这是80年代的事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他这样说 那一出戏 都是说 当时发生的内战 叛战 很多人被人 斩手斩脚 斩脚了 做奴役他 很多时候 其中的藉口 都是说 要推翻 一个贪污政府 受外国的财团的控制 其实大家的口吻都是释揚的 但最终最终 永远是当地的居民受苦 还有很多小朋友 捉了他们做军人 所以很清晰地说到这方面的现象 其实这些现象 人为的 将那个supply 压低的现象 自古以来 已经有了很多次 历史上 是的 没错 譬如 就算现在我们说的地皮 当你的地皮 supply 是unlimited的时候 你的屋价是不会建的 好像 温哥话 因为地皮 是有限的 被海和山限住 地价就不断上涨 涨到现在 又更高 多过Toronto 隔离省 Alberta Calgary Edmonton 那些 因为supply 是unlimited的 你只要走远 五分钟车 已经大把地了 所以从来 他们的地界 是不会建的 George 我觉得这部电影 想指沉 Porn 它不是怎么压低的问题 是我们 当我们说 譬如情人节 去买一只鑽石 你背后 背后 不是那五万多元的问题 是那个 即是那么多人的 心理 那个 那个 痛苦 建基 在这个鑽石里面 你买来 戴上身 即是等于现在 在火车 在电车站 那些外户动物协会 叫 找个 哪个 那个 拍电影 捧着一张皮草 滴满了血 你是不是想 披在身上 就是这样的 背后 意思是 就是说 当我们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想 你踩这个鑽石 那些人 那些地方 因为你这个行为 这个消费行为 是的 这个这样的心理 我相信 是一个 群体的现象 不是 这个 这个是因为 正正 消费者 无知 他也不知道 背后的东西 而且 那个鑽石 代表一种 哎呀 我爱你啊 不是 你为什么不可以 拿个背壳 说我爱你呢 你为什么不可以 拿个石头 以前的石器 都是这样的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那些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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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那些 Marketing Promotion的人 我承认我都是做那些东西的人 不是 我不是做鑽石 你说得很对 为什么我们有这种 Diamonds Forever 就是 永恒的爱情 是由鑽石代表的 大家都会想想 为什么会有这种意识呢 其实这种意识 不是贸贸然出现的 不是说 有些人 大家不知不觉 大家有这个共识 绝对不是的 这整件事 是The Beer公司 是出了一大笔的金钱 是请了一些PR公司 是全世界做出这个现象的 这个是他一手 制作出来 用银子制作出来 和我们洗脑的 你别以为 这件事 我们自自然 为何会和这个鑽石坚硬 其实完全不是这个原因 是根本 是人家 The Beer公司 是出大笔钱 找一间PR公司 做出这样的局面 为什么他们做得到 因为人性里面 是有这样的东西 例如我一个小女 五岁 她说 Daddy If you love me you buy me this 五岁 她怎么学回来的呢 就是看那些电视 在那些地方学回来 这是一个社会的社化过程里面 的一部分 所以社会有的 Josher 都不要紧 你当包装是永恒 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 好了 当你真的看了这部电影 你去真的想买一只 那你也要想想 那你皮草都认为很好 以前都 是不是 是尊贵的身份 现在还是这样的 但是你已经 开始很多人 如果你披荐皮草上身 就像是罪恶感 罪恶感 是罪恶感 大哥 你出席一些场合 你真的披荐皮草 有些人真的不是很想理解你 就是这样的 这些意识 都是自己我们每个人可以去改的 那我们不要被一些商家 来牵住我们的鼻子 来影响我们的消费行为 好 你曾经说 你说为何我们会中这一招呢 其实背后 其实很多商品 都是利用我们人性的基本的需要 我们需要的 人性就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爱情 这个主要原因 就是我们需要爱情 我们怎样利用 这个基本的人性的质素 是用一个商品 代替了它 你会看到很多的现象 很多的广告都会是这样的 还会用一些性感的女性 猛男 其实他是什么呢 他是企图 受卖性性 性 人人都是需要性 性是一个基本的本能 但是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样 我們社會是抑制這些本能,整個規條和宗教的道德是抑制我們的性,於是這種人必須的本能是被人利用了,商家利用基本的本能代替一種產品。 問題就是這樣,你是將它拿去,但是你是真真正正的你所需要的東西,其實相比是無法滿足你。 所以我們為什麼消費行為會這樣被人不斷追求?因為我們背後所追求的安全、愛、性等,我們以為是經過這些靚車、靚油船,送鑽石戒指,以為可以有。 但因為你本來需要的東西是不能用這些產品代替的,於是你就會不斷追求這些商品。 其實如果大家了解這件事,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要令我們成為一個盲目的消費者。 有時不輪到你,因為是要有競爭。 誰要競爭? 兩個都是追求一個美女。 阿甲送戒指,阿瑜送一隻爛鬼和戒指。 那個美女就喜歡那個送戒指。 你要美女,還是要有頭腦的人? 這個戒指就叫美女。 選擇很簡單,如果我遇到一個人是一個人。 你這件事呢,你給的資訊太少。 你只是說那個是美女,但你沒有說她的要求是怎樣。 譬如這個美女,她可能只是要求鑽石戒指,那你那個輸贏吧。 但是如果她不是呢? 因為她沒有頭腦,還要很多東西。 你不會滿足的。 她要佔你,又要。 那這個時候你怎樣滿足呢? 因為她根本是沒有頭腦的人。 那你滿足不得就有弟哥了。 這個不要緊,人要為她自己的決定負責。 總之你是美女的時候,你就會有很多東西送到你面前。 譬如Jorge,你這樣提出,譬如我老婆那樣。 我也同意,你送鑽石戒指給她,當然會開心。 但是送不送,送別的,我覺得一樣開心。 你送東西給她,就會開心。 但是送鑽石戒指給她,會很開心呢? 我覺得就未必。 以我的看法就是。 這是人性問題。 開不開心? 我曾經承認,為何我們在一個物質這麼文明的地方, 很多人都不開心。 我整個人都不開心。 因為我們根本是給我們商家的手法, 不斷驅使我們成為一個盲目的消費者。 其實我們背後是尋求一些很基本人情所需要的東西。 但是被人家利用了, 是將它轉嫁成為一種商品的追求。 但是其實我們的基本的需求, 用這些商品是取代不了的。 所以我們會不斷地追求, 不斷製造所謂經濟的活動, 製造經濟的發展。 但是我們最後最早有些人, 自殺又多了,離婚又多了, 像西文仔那些行為, 讀書那些行為的問題, 隱蔽清潔的問題, 是越來越多的。 其實我們為何要, 香港出道其實為甚麼呢? 我們希望讓大家了解到問題, 根本是甚麼。 我們社會面對很多很多問題, 為何這個問題經常都解決不了呢? 那麼多政治明星出現了之後, 結果一個上一個落, 上都沒有多落, 下都沒有多落, 結果問題都解決不了。 對,好像馬英九一樣, 哇,幾次都解決不了。 一下子又被人找那些… 無謂的法例, 其實, 如果他真是, 如果他真是貪污, 就不只貪少了。 他也不須從政。 你看看他那間屋, 差不多是那些, 香港那些爛鬼, 舊塘樓, 那個窗花還關了, 如果他那麼快, 就不會住那裡了。 其實, 這個又說回我們香港, 世界各地那些, 為甚麼那麼多問題解決不了呢? 其實我們政治的現象,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是很不現實的, 我們是需要聖人來領導我們。 有時候我有這樣想, 香港有很多很成功的企業家, 生意人, 大把女人, 大把東靠西革, 搞得亂了, 但他的企業是很成功的。 是不是因為他這樣這方面的行為, 是代表他不能夠領導呢? 不能夠將這個公司搞得好點呢? 不能夠製造很多的就業機會呢? 其實不是的嘛。 為甚麼我們會這麼想? 難道會這麼簡單道理? 我記得好幾年前, 報紙有燈的, 他說他要求泰國很多的國會議員, 就要連結一些, 就不要養那麼多小老婆, 很多情報那些。 他調查得來, 如果我們要執行這件事, 起碼百分之八十多, 就不會上去。 立刻退出政態。 大家希望, 不要那麼傻, 不要那麼傻, 人始終是人。 有些人, 好像美國總統華盛頓, 他是一個, 可能在大國, 一個很誠懇的人。 小時候, 他曾經做過一些錯事。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 始終是人, 會有很多問題, 會出現, 我也會犯過一些錯事。 但只要是我們從中能夠學到東西。 這是一個人的成長的過程。 為什麼我們往往要求那些人, 要成為聖人呢? 才可以成為一個政治的人物呢? 所以我們這些不現實的, 不現實的, 幻想的要求, 令到那些人, 令到這些所謂政治明星, 去包裝自己呀, 不設實際的包裝呀, 要走出來又說要怎樣, 又問過了公關顧問呀, 那麼我們找一個人出來, 都是幫我們去做事, 或者解決問題而已。 有很多有心人士, 我知道很多人都說, 你千萬不要從政呀, 你從政你就有很多問題呀, 你被人的狗仔隊會, 你畫你東西。 這就是我們現時的政治現象。 因為這樣的現象, 導致我們香港的問題, 是持續解決不了。 又是在加拿大, 就是讀老多年代的時候, 你告訴別人, 我爸爸是政治人物, 每個人都會尊敬你。 但是現在又反過來, 我爸爸是政治人物, 每個人都不理你。 或清界線, 或清界線, 畢是有牽連。 這個是最近這十多二十年, 才這樣而已。 以前那些, 可能在加拿大, 從政的人的人工是比較高的。 不用貪污, 不用做那麼多事。 最主要, 我們這些社會, 認為從政的人, 我們賦予你權力, 你的道德操守要高, 比普通人高, 還要不要善亡。 一個不一個, 就像梁錦松一樣, 走去買了一部車, 不記得。 有時候很多事情, 你要求太高的時候, 你的願望是膽高的。 那就沒有人做了。 你好像, 我看到, 香港的小孩子的父母, 又要他琴其書畫, 文武相傳, 結果一時無省。 你明白嗎? OK, 我們有另一個話題。 好, 有另一個話題。 其實我們這個話題, 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是全香港第一個人, 只曾出過問題的真相, 應該怎樣。 我看就應該是。 終於我們所說的, 是真相大白。 原來, 上個10月20日, 報章已經登出來了。 原來有中文大學, 真真正正向全香港市場, 去收集一些雪雨。 看看到底, 雪雨和魷魚的問題是怎樣。 其實他們收集了, 大概是25個樣本。 其中有7個是傳媒機構提供的。 他用了一種所謂新的科技, 叫做薄塵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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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裏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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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是說得清楚的標籤是沒有的,大家都沒有的 我們當時也提出,這種食物是一向存在很久的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全部一指出來之後 其他人就開始肚餓了 一種心理的作用也好,羊群的生態也好 鎮如很多香港的食物,在標籤方面都是很難 這篇文章提出,很多餘商都不是很清楚分得出來 而且說語這個定義,在科學上也有很多灰色的地帶 事實上,我們香港人吃了幾十年,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出現 也好像前一陣子說,鋁槍掉到街上 遲一陣子,每天都有 好像之前沒有,之後也沒有 你可以問,我大哥做工程的,他說一個月都要做幾宗 是說十幾二十年前的 還有一個現象,我經常重複看到這個問題 傳媒接著會怎樣處理呢 他就開始講出,海洋行的股東曾經三度欠稅 你看到這間公司,他背後有些營運方面是曾經出現過問題 給政府說他稅收那方面是要罰他 或者有些公司就叫他打官司 其實跟我們現在經常看到那些正義明星要被人踩下台的手法是一樣的 他賣魷魚,運給百戒,跟他過去曾經有財政的糾紋 有沒有關係呢? 你看到這個手法,他也是這樣的 找你的痛腳,影衰你,你公司是不道德的公司 我相信香港任何一間大公司,大財團,麥當勞在內 經常都在官司看到的,有甚麼大的問題呢?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真的要多多認識 你指陳中大發佈這個測試 是之前百佳已經被人公佈了他賣魷魚 當時說百佳是獨立唯一,是他賣魷魚 即是說只有他賣這些無良的東西 那不是這樣說嗎? 不就是他找到他 原來整個市面一向都有的 他說踢爆,踢爆是甚麼呢? 踢爆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是我們人為的傳媒做出來和消費者委員會做出來的問題 不是,還有現在還有 譬如我在太古城、康山附近 民主黨整了些區議員,整了Banner 說百佳無良 接著要賠償受傷害的市民 吃魷魚受傷害的市民 搞甚麼? 現在政府,你看看 初初傳媒這樣被人不斷 不斷出來,我們要考慮檢控 那檢控甚麼呢? 你檢控甚麼呢? 如果你這個城市的話 那其他人都要檢控 正如你第一次說 牛奶 牛奶都引致土鞋 那應該要檢控牛奶傷 還有一件事,你看看這些資料 譬如中大測試的急凍魚的主要結果 他講這些魚、魷魚 他講來魚 很有趣的 他只是提出了百佳和惠康 某一個標本的樣本 是由百佳和惠康 但有其他那些是未能提供的 即是完全不肯說的 其實他根本是有些小的魚檔購買的 其中三個地方購買的 但他不肯說出別人的名字 為甚麼呢? 為甚麼獨獨要說出百佳和惠康呢? 而其他那些是未能提供 這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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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這樣說的 即是甚麼叫公平平衡報道呢? 有沒有這件事呢? 這個神話 我們要早些破辯 在這件事裏面 我們應該要吸取一個教訓 是的 譬如好像 又是拿回北美的經驗 他們也不會那麼騰雞 譬如說 新加坡那些菠菜有蠟燥海滾 他不會說不要買了 是這樣的嘛 那你要搞到他 可以安全地給別人吃肉便可以 魷魚 你將它處理過之後 或者你警告那些賣魷魚的人 這些有些人吃了會肚餓的 如果你吃了不肚餓的 你便可以繼續吃 或者你將它處理過之後 便可以賣貴一點 這些是可以造成一個很有營養的食物 而且價錢又便宜 為甚麼不祝福人民呢? 是的 George 您說得對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時間性的巧合呢? Donna 你那次 我們說了之後 咦? 那些報紙 刊出來又不同了 史太祖又說 咦? 其實魷魚是可以吃的 你不要吃過量 吃過量 吃過量 只要磨一下油 接著又問那些營養師 咦? 吃得的 不用那麼害怕 吃得的 你又不要吃過量 那磨一下油也沒有問題 甚麼又不同了 不是的 最初說是很危險的 柯油柯到很慘的 會傷害到人 那為甚麼又不祝福了呢? 為甚麼呢? 當大家了解這個真相 沒有事了 當我們香港出了這個電台節目 原來是把真相給大家認識之後 我們就能夠處理這個問題 那個手法會更加好 好了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繼續 多謝大家